好的欢迎继续回到第五周第二轮的比赛 我是国际解说 狗狗驰这一轮将是由竹内来对上TOKIDO 像竹内这个科迪打尤利安是真的出名好吗 那一手大棒统遍天下尤利安 但是今天TOKIDO已经是作为尤利安的天花板出现了 这个对局就不太清楚了 虽然我作为个人来讲我更加希望在这个赛季 那竹内能够获得这样一个尤利安杀手的称号 基本上只要是出现尤利安的对局 就是竹内上去用科迪打 而且这次东大也是不信邪 就是要用尤利安来碰一碰你的科迪 你的生瓜蛋子够不够他皮 这是一个大问题 好了继续回到这个对局了 期待一下竹内的表现 竹内依旧是打这样一个大将位 现在大将位基本都交到竹内的手上 这科迪是真的稳 中条背方 中拳摸中一个Bingo拳上脸 这里选择的是拉后一步打一下拆头 也没打中 VS过波可以 再一个旋风骗到对手的一个起跳 好完美 再一个头 弄了以后清空机点两下 把距离拉开 重新组织一下自己的一个进攻 EXBingo开过去 中条拉完以后 每一次打完他都会及时的调到一个中远距离 然后慢慢的跟你来打 TOKEDO显得有点束手无策 这里清空机又被点中马上一个区认 一个旋风骗到以后又到了这样一个位置 哇 上来的第一灯是打的真的超级顺 现在很快到第二灯 今天竹队也不知道能不能保持自己的尤利安杀手的名号 真的 这东大也被杀穿了 头锤直接凹 东大要破局 先一手头 完了以后到板边 但是清空机想要点出来 吃到一个缺乏 还是要卡在板边位再折磨一会儿 都能打出来了 这一个直跳想要防一下EXBingo 再一个旋风 TOKEDO这边选择直接硬吃了 不跳了 再跳要被对手直接打爆了 这个Bingo 这个Bingo都能打中 直接反过一个板边 刚才那个Bingo有点神啊 感觉摇了一下 躲了对手的拳头以后反手一拳回去 有点带闪避效果的吗 这都是没有闪避效果呀 EXBingo强开 四拳交V7 来考试 这里EX的防住哦 你的火车在我面前并不管用 这要怎么来 EXBingo还是这样子来打 但这个距离有点远了 没办法获得一个连续压制的效果 这里一艘火车开中 中全拍一手 现在东大这里已经是到了VT可以开的时间了 多半就是要强开 这里VT完了以后 这里这里被抢了 这里开镜子的这个点被抢了 你敢是EXBingo强打 中全再一个棍子挥过去 血量都差不多 第二发镜子要来 这个头 哎死了 刚才那个投完以后下重拳不就死了吗 他按个中拳是什么意思 看不齐对手啊 惊了 刚才我记得绝对可以用一个下重拳把对手打死了 他选择打一个修正 TOKEDO这个人有点飘啊 一灯对一灯 中拳持续的给压力 已经踢了五发了 好的 利用自己的连续五发中拳之后一发中拳 抓到了TOKEDO一个出手的时机 一波到板边 VS躲过对手的波 很顺啊 整体打得很流畅 这一发中拳要被防 这一下 距离有点近了 这里被TOKEDO反关一个板边 这里想要投一手没有投中 但竹刀这边血量还行 板边呢也没有完全被关死 可以出门 EX了 这么野的吗 这里中拳不完以后 直接训练都不做 然后默认了一脚下段缠过去 TOKEDO这里有反击的点可以打的 中拳被命中了 带着所有的气死掉了 这个悔恨终生啊 你看下面那个V槽 还有那个CA 我靠都灯亮着 这死得多难受啊 尤里安最猛的一波 被竹刀打死了 竹刀没有考虑去防守对手的任何东西 直接按上去再说 TOKEDO还吃了 TOKEDO觉得自己很屌啊 他手上有三气 加上镜子的VT 这一波直接冲死你 问题不大的 你肯定不敢压我 对不对 结果对手就是敢压呀 竹刀胆子大呀 换做一般人 这个时候肯定想稳一手啊 但是反过来想一想 这个时候稳一手也稳不住的 对手满气这样硬开过来 你防不住对吧 还不如拼了算了 再想明白一点 人生苦短 及时行了 来 现在调局 开场没气的情况下 竹内这边上来血掉的更多一些 但问题不大 旋风这里 TOKEDO已经不再选择用直跳的方式来躲了 中拳点掉对手的发波 两边在中距离拼得很凶 TOKEDO先拿进攻机会 中拳发波一个直跳 科迪这边手上VT已经好了 跳一个逆向 哇 这个逆向好熟悉啊 修头当年也是死在这一招手上啊 这个跳进向真的 TOKEDO想要去对空的话 真的有点犯罪 这里有个版篇的进攻 进攻这点完往后拉一波 EX波第二发镜子出来 利用中拳不停的点你的镜子 暴躁老哥啊 还是那一手经典的中拳点镜子呀 那就给你硬拼 你这个镜子在版篇根本关不住我 我只要点到你一下 我后面可以利用你的镜子 反过来点几点段 还蛮爽的 哎 这一手EX中了 千算万算不如火车来的实在 好吧 这些东西直接撞过来 你也没办法 组内是真的嘛 但科迪这个角色说来也怪 手柄是玩起来有优势的 因为他那个压键 用手柄的话会更好压一点 其余的设备的话 反而没有手柄来的好用 那个冰狗拳 对吧 出起来没有手柄那么方便 这里比S距离有点不够 现在TOKEDO要完命追分 对空吗 没有 往前继续双方拼一个中距离 但这个VS过波始终差了点 哎 这里打到一个两段的冰狗拳 这个冰狗拳有点痛 TOKEDO这里交了一手头锤 必须要拼一枪了 拿到一个不错的机会 打到有点水量 现在组内这里手上VT好了 应该是要强开了 现在用VS以后呢 把自己的棍子掏出来 AJ手指定头没有中 反手再吃了个尖壮倒地以后 再吃个头 下中拳想打拆没中 EX做一个取笑 这下没有对空吗 刚才那个直跳用下中拳打下来的话 还行呢 看这样组内手上气还是很多的 这个石头丢得很远 他预判TOKEDO会往后拉 TOKEDO直接回来了 他是怎么看出来对手是往后丢的 这一发 石头 诶 EX没有撞中 手上是没有VT 没有VT这个世界死不了啊 接下来要持续给压力啊 不然对手镜子丢出来你没了 这个没办法 组内也是很明白 有VT的这一下他如果不压上去 让对手就这样在原地站着 那肯定就是一发火车加一个镜子 那剩下的这点血量是扛不住的 他必须要进攻 他至少做的是对的 但从结果来看没办法 这东西太赖了 你把火车一开过来防也防不住 连则三次 你知道谁都防不住好吧 下段中段投则三个混合 你怎么防 很多角色他打出去 就是会有一个期待的回报伤害 而这个尤里安的角色 火车撞出去加上VT 是有一个确定伤害的 这东西一定可以让你掉血 你不掉血这概率是很小的 好了那现在就到了第三支 又到了对拼力回的阶段 组内这边还是用自己的中角一路踹过去 但是这一波倒地有点危险 轻攻击又摸到一手奖 卡着位置一个尖撞过去 还能再压一波突然间猝死呢 打晕了他没死 但是跟死了又有什么 太大区别了 TOKEDO直接秀无限连 这个也没无限连 打了三下就可以了 再一个EX头锤 还有一口气在 没有死 没有死就没有知会对不对 这个血量太少了 还好把话给吞回去了 差一点就脱扣而出 有知会 结果还没搅完他死了 踩到吊登 上来中秒抓中 放倒 除了这里 哎呀 面对防不胜防的各种金色的招式 烦呐 EX旋风丢出去 自己打一个强钩 绕一个逆向 没有责中 这样中拳打到一个首招 EX过去 情况之间 这一下还能再抓 抓得不错 突击多想要溜出去 溜出去没门 反应都是一等一的好 前前过来 再往前 给一手头子 完了以后打一个中弹被防住 没有缺反 哎这一下 翘路有点草率 而且这样一波翘路会被直接送到板边 再吃个头 这里就有点难防了呀 接下来就是一个火车加上VT 还有一个CA 你拿什么防啊 我靠 第二发镜子 按中拳 对拼 对 但是TOKEDO已经知道你会这么做了 哎呦 哎 这个镜子消失了 四拳打出来 VT 可以反打 TOKEDO会有OCA吗 这里EX冰果先打 往前一步 躲掉了对手的头 再头到对手 这一手 啊 刚才那一手头其实很帅 他EX冰果完了以后 他没有低时间往前走 他先等一手 然后TOKEDO这里按了一下拆头 没有拆到 然后他再往前拿一步投一手 这个进攻的打的一个时间差也非常的有意思 很少有件克力这么用 但是最后输了 还是TOKEDO牛逼 明明是想要更加多一点吹一下竹内的 但竹内输了 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啊 输的人就没法吹音子了 好 现在2比1 看来还是老规矩 这个中角 看一下TOKEDO选择也是用中角来给你兑现 发波 随会打到第一下 这一下前前抓中了 再过去以后先一手头命中 现在看一下这个版边 能不能处理的完美无瑕 使用中角封住TOKEDO 这一个前前过来投了一手 僵硬了 僵住了这一下 再一个前前 TOKEDO好赖啊 这东西 这个前前反应不过来的吗 确实反应不过来 我反正反应不过来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 这里还能压起身 中角先打个夹阵 我往后拉一步打拆命中了 竹内在这里要出事 哎呦拆 哎呀 这个拆头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啊 在这个点上面在版边不众生平等啊 拆头跟不拆不就一念之间嘛 拆错就拆错了呗 感觉竹内这个优利安杀手的名号要丢了 不过记得上一次 这修头他也是翻盘的 我相信他可以翻 可以翻 真的 只要抱有足够的信念 他就可以翻 中了各种吃 难受 哎这里 火车开的毫无道理 但这边VT要交了 先是一个直定头 一棒子打下来 快石头过去以后 直接选择一个普通头 但这个普通头完了以后 再选择EX冰果再压 手上的资源还很多 可以连续的打出压制 问题不大 中全命中 这一下 应该是死了 最后一波真的带走 这个克迪的连段伤还是很痛的 尤其是被打匀的那一下 不要轻易的吃 如果被克迪打匀 他最高带上三次的话 应该是可以打到700多的 这些东西我们之前都试过 都觉得克迪老牛逼了 但是后来发现打不匀别人 这个要打匀别人也挺难的 来到版面 这一下卡的位置坚壮 这样灯要是赢下来的话 双方可以来个双赛点 但竹内这个开局不是很妙 这个位置 前前这一下没有偷走 竹内已经开始有点防范你的一个前前偷鸡了 下中拳直接抓 想要抓对手的一个前前 但是稍微慢了一些 要是用轻角抓的话 会不会更加好一点呢 这个头拳要卡的位置直接过来 哇防不住了 哎呀就死了 直接死了 哎呀 tokedo还是强啊 只能说 你就看tokedo最后的那一波进攻 他换了多少这种方法 你让谁来防都很有压力 尤其是像柯迪这种 连一些无敌技都没有 三针制也没有 什么操都没有办法反抗呢 真的被压到板边 那游戏就结束了 所以他在整体的对决当中 其实压力是不小的 虽然中距离他的中角 很明显是可以拿到一些优势的 但是真的被tokedo抓到一个机会 放到板边 tokedo的千变万化的进攻 你怎么防 对不对 好了那最后双方的比赛结果也就出来了 最后两支队伍打平了 全靠tokedo一手精湛的发挥 要是这一手足内打赢了 直接撑神好吧 但是还差一口气 好了那今天这场比赛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